好 接下来看的是社会消息了 台北市大安区市民大道四段 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一个妇人开车的时候 疑似是太累恍神 又没有开大灯 她是直接擦撞到 林亭在路边的黑色宾室轿车 车身刚刚我们有看到 整个翻覆在路上 后方的机车骑士被波及摔车 而人也卷入后方的计程车车底 建车驾驶说 还好他当时开的没有很快 不然恐怕会直接念过去 白色轿车开在市民大道上 突然撞上路边林亭的宾室车 轿车整台翻了过去 后方女骑士直接飞出去 还卡在计程车下 后方的计程车驾驶赶紧报警 因为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女骑士差点命丧轮下 不只白色轿车翻车 黑色宾室车也被撞凹 车窗也裂了 车主跟朋友一起吃宵夜 聆听在路边却无辜被波及 事发在凌晨十二点多 白车女驾驶忘了开车灯 一次恍神撞到黑色宾室车 后方女骑士闪避不及 被撞飞后卷进轮下 导致头部撕裂伤腿部骨折 我车刚刚借人家 他把车灯关了我不知道 我的车是自动的 有部黑色的车没注意到 其实我开的不快 就是不小心 在内部 旁限是晚上八点到可能早上七点 是可以停车 所以那个路边停车 是没有问题的 临庭没问题 但没有开大灯 最高可吃上三千六的罚单 从事不止自身的车损 也要赔偿 冰市车的维修 跟女骑士的医疗费用 一时恍神代价不小 华市新闻 陈永宁林志淳 李明威 台北报道